吳三桂 好了,其實這首歌太長了,分幾句 第一天講比較少,因為要講一個背景 吳三桂,陳圓圓這個故事 主要是靠這首圓圓曲傳下來的 但是呢,姚雪銀的考證就說 根本是沒有這樣的事 陳圓圓被吳三桂帶去港寧前線 因為不適應關外生活,就死了 他根據那些考證,甲薪日記 甲薪傳訊錄,是有這樣的說法 但是我覺得吳梅村這個說法是比較合理的 因為同樣,這個姚雪銀,其實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是 姚雪銀寫李志誠,我從小就看李志誠 李志誠根本是毛澤東來的 即是他把李志誠寫過李志誠 就是Portrait,是共產黨徒來的 他就是做一個考證先入為主 就是想否定農民軍有去搶美女 你知道嗎 即是如果你學術研究 有一個先入為主的概念 就是麻煩了 即是說農民軍是不會做這種壞事的 即是去搶 作一篇這樣的考證出來 這樣,但是呢 當日吳梅村寫圓圓曲的時候 就是在吳三桂還在生 沒有這個考證 因為吳三桂死在十年 即是如果是這樣污衊胡三 吳三桂的話 這個是不能夠 當日已經是駁到飛起的,你明白嗎 即是如果這件事大炮得這麼厲害 當然,鴨層圓圓圓這件事就沒有 即是整個有青一代 都不是很多人是爭論這件事的 所以證明這件事的可信程度 是相當高的 這個很清楚 是不是 因為當時那些人生歐歐的 其實全部是 先講吳梅村這傢伙 他就是復社中人 後來就是 沒有殉道國 就是投降了給清朝 投降了給清朝做到國旨鑑濟走 做到國旨鑑濟走 他就是依附他的襯家陳之鄰 其實陳之鄰後來也是被鬥爭的 因為他代表南派勢力 即是在清朝有青一代 南北兩派鬥爭很劇烈 他始終是屈屈不得志 所以後期那些人 就是滄桑美很強 那這裏就講到另外一個關鍵性的人物 其實就是這個李自成 李自成 我有看那一篇 很多考證 我覺得是可信的 就是李自成是沒有死到 後來就成為一個叫奉天玉和尚 在那個甲谷那裏 你相信這個講法 不是死在九宮山 不是死在九宮山 死在九宮山的講法非常可疑 非常可疑 而是這個 這個 那個 那個 沒有一個和尚會 那個名叫奉天玉和尚 是單眼的奉天玉和尚 都七十幾歲才死的 這個很可能 這個李自成是沒有死的 好了 現在先講一段 我想 講少一點好了 講到 叫來要 他說 鼎湖當日棄人間 破敵修京下獄關 動哭陸軍皆高掃 充官一怒為紅顏 紅顏流落非吾戀 逆賊天亡自方宴 電掃黃金定黑山 哭白軍親再相見 相見初經田窦家 後門歌舞出餘花 去將戚利空後記 等去將軍游壁車 先講講這裏 你剛剛問我為何頂湖呢 就是皇帝現在是河南的地方 那個湖那裏 駐頂 駐完頂之後 騎龍升天 所以頂湖 即龍遇上奔 皇帝 尤其是皇帝死的原因 頂湖當日棄人間 宗征那天死 這個李志誠一路打進去北京 其實就是 中途那些人全部投降 其實他開頭遇到那個 周玉吉 他以為再不斷打下去 我就不打了 就算是回去陝西 這些後面那些 姜陽那些全部投降 突然間全部都投降了 破敵修京 下獄關 一路打到北京那裏 這個故事講到這裏就很有趣了 他就找人去叫吳三季投降 我講回現在大波多人相信的故事是這樣 吳三季 就已經是把山海關交了他 派去那個唐通 什麼叫做 率領著陸軍 率領著軍隊 就回去投降給李志誠 在途中 這個 那個故事就說 李志誠那個大將劉忠敏 就是去吳雙家裡 就是逼他交陳元縣出來 捉了陳元縣去 捉了吳雙 就搶了他家裡的東西 那他說 吳三季在途中的時候 那些人告訴他 你家裡被人抄了家 不要緊 他說不要緊 我回去你就會給我 那些人投降 就是這樣 他就捉了你老爸去打你老爸 不要緊 我去到就會放 他就捉了陳元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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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捉了山海關 是捉了陷山海關 那時候他手上是拿著 明朝最後的一個機動兵力 這個叫關陵鐵騎 大約是五六萬人 就是最後一支徵兵 這支是 最後崇禎晚 左搖右擺了 調不調這支 回去守北京 你知道嗎 因為他頂著滿清 他就打回山海關 然後這裏其實是逼他的 動了陸軍街 稿訴 因為這樣 回了山海關 才哭了松貞 雙國 下令全軍戴孝 你知道嗎 然後就跟清朝講訴 但是清朝 這個多爾郡都很懷疑他是否陰他 其實是 那這裏就講回 就是 這兩句就是很出名的 大家知道 動屋陸軍街 稿訴 充官一怒惠雄眼 就是為了一個女人 於是就反面 所以這個 這個哪一個 就怕他 就陷害他 對 就是要他一定先打 其實 在整個中國歷史裏面 我們見到 唯一 都不是守那條長城 在長城附近打的大戰 就是這一場而已 李志誠手下的軍隊 號稱六七十萬 但是賊兵的數目 永遠不可信 因為他們是官家的 所以你看到太平天國 經常都幾萬人 打人幾千 因為是扶老攜幼的 你知道嗎 即是真正的職業軍人 就不是這麼多 大約有二十多萬兵 李志誠 李志誠 見到他們一反出去 就立即率領精兵 就去預備和他打過 另外一支兵 李志誠已經派了他的契仔 李襄喜 集了在山海關和東北中間 這支軍隊被精兵打到很糟糕 他竟然不知道清兵來了 唯一一場大戰是在長城附近的 就是這一場戰爭 在一片石那裏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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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靈鐵騎五六萬人 李志誠親自督戰二十幾萬人 打了大半天 打了大半天 李志誠是戰了上攻 突然之間 即是竟然 有一支兩萬人的軍隊前面 被人消滅了 早一天 突然之間 就是清兵衝出來 就像南霍倫一樣 就像Waterloo一樣 那些人一賣牙鏡 都沒見過清兵梳邊的 立即全部閃光 全軍潰散 你知道嗎 全軍潰散 清兵的時候很震寒 吹風 那些風向突然逆轉 很震寒 其實李志誠都是戰無不勝的 即是從來都 李志誠都很厲害 但是不關他們的打法 因為他們 是用很多騎兵 即是這樣 不關他們的打法 後今的打法 即是好像以前戰爭 一骨打的招 他們是用大量的騎兵 不關他們的打法 所以初初 一遇到這個清兵 竟然毫無心理準備 即毫無心理準備 竟然是這樣 在一變石 就大敗 即是這樣 後來回到北京 就守北京 這個就說 守北京的時候 世傳的故事就是這樣 他就跟吳三桂講了數 其實清朝 初初跟吳三桂講的數 就說 是幫他打敗的 他就是 給多些 給多些土地 就給多些錢 清朝就算數了 但清朝到時候 就反了面子 就捉住這個吳三桂 吳三桂就 放李志誠回北京的 預備 即是跟你講妥訴 李志誠放回他的家人 就被李志誠撤退 但是清國兵就捉住他 立即去圍北京城 圍北京城 這個李志誠 就將他全家六十幾口 包括他老爸 他弟弟 全部吳家產 他老婆 你還是圍我北京城 就逐個斬頭 他就說 他現在盡忠 就不能盡孝 他就看著全家 加三四 叫三四 那他接遲呢 他接遲要不要死 最重要的人不知 最重要的是 沒有死 沒有死 就是為什麼沒有死 他就說這樣的 劉忠敏 搶了陳元軟 終於被李志誠 就知道了 李志誠就很生氣 衝去罵劉忠敏 就說 我幫你堅持著這個陳元軟 交給吳三桂 那他拿回去禁工 便輪到他跟陳元軟 混亂 他當然是不殺 就是這樣的 其實 然後陳元軟可以說服了他 你如果一直帶著我的話 吳三桂就會跟你拼命 你不如放我給他 李志誠肯不肯 又肯嗎 又肯定,又肯定, 紅顏流落,非不戀, 其實不是我的志願,流落, 逆賊天望,自方宴, 李志成那支軍隊入到北京, 根本是扭扭到不得了, 首先是搶東西, 因為他們闖王不納粮, 專門是搶東西, 你知不知道, 即是將那些公投帳相, 那些有錢人拋打,要他們套裝, 搞到北京城大亂, 還有國則已經天下大定, 根本完全沒有危機意識, 怕清兵, 國則已經天下定了, 大家享受,享受世界, 結果便數黃金定黑山, 黃金和黑山都是流扣, 哭罵軍親再相見, 即是哭完崇禎, 哭完父親死了之後, 那就見回陳元縣, 相見初經田斗家, 然後才叫Fleshback, 當日相見, 是在哪裏, 田墳啊,田斗啊, 都是漢武帝的外戚家, 其實是外戚, 即是說是田宏裕家, 田宏裕家, 那時候田妃就是崇禎的愛妃, 但是在崇禎十五年死了, 這個田宏裕家那裏, 就撞到他, 那這個田斗呢, 即是外戚家, 在這裏遇到他, 他說其實是這樣的, 那個被人搶了這個, 陳元縣是被人強行, 在江南買了回來, 就獻了給崇禎, 崇禎看到他這麽漂亮, 就覺得呢, 好事啊, 開頭呢, 就撞到他, 但是一想, 喂,我現在這麽煩的事, 我不能夠貪戀女色的事, 就將他擺進去冷宮裏面, 後來呢, 就掀散工人, 掀散工人, 田宏裕呢, 就將他進去這個, 他家裏那裏, 你知道嗎? 即是, 那個故事是這樣講的, 後門, 那個武出餘花, 他將斥理, 這個田宏裕, 那個是三大空窄來的, 田宏裕的那個鐵獅子胡同, 空窄來的, 即是, 因為, 後來, 這個吳三貴的兒子, 是在這裏被斬頭的, 即是, 是北京的三大空窄來的, 他將職理空喉, 幾空喉就是我上次講過, 李河那裏談的, 等取將軍油壁車, 撤城油壁車, 那女人坐那些車, 就丟了些花, 就說, 用七友油了, 即是呢, 當日田宏裕, 請這個吳三貴去, 叫陳圓圓出來表演歌舞, 吳三貴就表示他喜歡陳圓圓, 那田宏裕就是, 本來保持陳圓圓, 是給自己的, 他喜歡的就好, 我給你就可以, 但如果有什麼事的時候, 你要先保護我家, 因為那時候, 天下這張是大亂, 然後才保護國家, 你知道嗎, 這樣吧, 吳三貴就答應了他, 你知道嗎, 答應了他, 那就隨, 就是, 等取將軍油壁車, 加本, 烏蘇, 遠花里, 遠遠小智, 嬌羅爾, 這個遠花里不是真的他的家, 這個是薛圖的家, 即是表示他是教書, 他的小名就叫做圓圓, 穿起一些籌段就很漂亮, 其實這裡是呼應暗示, 夢向輔差, 遠慮遊, 因為輔差是吳王, 影射, 他很小時候就發夢, 失辱西施的故事, 其實影射的吳字出來, 影射吳三貴的吳字, 宮我湧入君王起, 前身合是采年人, 門前一片橫塘水, 他原本小時候, 江南的女孩很喜歡采年花, 他是橫塘人, 即是陳元軟, 橫塘, 雙想去如非, 何處浩家, 強在歸, 此際起之, 非薄命, 即是再走的時候, 他不知道, 這個不是薄命, 其實他因此才能夠, 享盡併華富貴, 但當時不知道, 此事只有雷漸依, 當日被人搶走的時候, 就哭得很厲害, 不想要休息一下, 請休息一下, 請休息一下,